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现存摘主 今天又要来做问题说明了 3英寸,4英寸,5英寸,5寸半 两碗尺寸我们拿一方出来磨几下 一边磨一边说,说一下艳态的尺寸 这个几寸几寸为什么是用的英寸 会做这期视频的情是这样的啊 我大概一年多之前发过一期端艳的视频 视频里说尺寸的时候就用了英寸 然后就一直被说了很久 最经典的言论是中国人说什么英寸 为什么中国的艳态要用英寸 英国不用艳态干嘛要用英寸报尺寸 那还有拿公制英制说事的 都他脑子是有X是吧 我这就是视频里提了这一嘴 艳态尺寸几英寸跟踩了谁尾巴似的 那就来说说吧 首先,什么叫中国人说什么英寸 我倒想反问一句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说英寸 说英寸很奇怪吗 别说英寸,我还能说英里 我还能说毫米,厘米,千米 这里面的单位哪个是源于中国的 感情不是源于中国的 中国人都不能说是吧 阿拉伯数字还是古印度人发明的呢 问中国人说什么英寸 这两者有关系吗 外国人不用的东西多了去了 那外国人制定的单位尺寸还都不能用了吗 公制度量横是法国人制定出来的 法国人不用的东西是不是毫米厘米这些都不能用 还是说用了没有公制常用的英制单位东西就不符合常理 中国人不能用英寸 那你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用吗 这些带屏幕的玩意儿 屏幕尺寸 单位用的都是英寸 中国人是都不能用了吗 还有说什么 做科普麻烦用公制单位 用英制单位麻烦在视频里做个单位换算的 你X是没手是吧 那麻烦自己搜索一下换算一下行吗 自己动动手会死吗 有哪条规定非得用公制才能做科普 用英制还得做换算的 况且我有说我是在科普吗 我不都是图一乐的视频吗 要求那么高咋不自己做呢 竟知道挑些没X用的刺儿 那有这直手画脚功夫 问题早能解决了好吧 不有说直手画脚还不乐意了 就你能逼逼来来 别人就必须得听 就不得回嘴了 还真把自己当上帝视角了 行你是电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话是吧 Superstar 这里我来简单解释一下 为什么中国人的砚台 现在的寸会是英寸 首先用英寸肯定是现在的事情 放老早以前肯定是不会用英寸的 如果还要问为什么不按以前那样 中国传统的杜梁恒单位 历朝历代以来 哪怕单位名词是同一个 都有可能多少会有点差异 而到现如今这个时候 我国大部分的杜梁恒单位 用的主要是法国人制定的国际公制单位 以及一部分以公制作为基础的市制单位 个别例外情况还是会用到英国人制定的英制单位 那例如前面说的电子显示屏 还有一些建材管材的直径 当然现在通常还会附加上毫米或者厘米的长宽高 作为详细数据补充 而我们常说的砚台多少寸 一般指的是砚在摆正正放的时候 最长边的长度 这个多少寸就是英寸 当然我加了一个一般是因为说不定 真有奇葩非要用试寸的 那为什么用英寸 其实在开头量验台的时候就已经给出答案了 那就是尺子 量长宽高要用尺子 尺子上有刻度 验台会使用英寸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接触了一些致验的师傅 那我才发现用英寸实际上是因为致验师傅常用的这把钢皮尺 这钢皮尺上的刻度 很多都是一面公制的厘米 一面阴制的英寸 而英寸这个相对厘米更大一点单位 就成了在量验台时候常用的单位之一 我猜这应该是近些年才形成的一个行业习惯 那可能有人要问了 为什么不用厘米 那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成立 因为厘米也用啊 我刚才也说了英寸是单位之一 没有人说用了英寸就不用厘米了 详细的长宽高尺寸 向来都是用厘米的 长多少厘米 宽多少厘米 高多少厘米 没说只用英寸 英寸通常是在表达尺寸时候的一种概数 既然是概数自然是怎么简单怎么说 那比如大约25厘米 7个字7个音节 换成英寸一般就说大约10寸 或者严谨一点 大约10英寸 那这种说个大概的情况 怎么都是英寸更简洁 加上单位长度比厘米长 数字就能更小一点 简化一下就是几寸几寸 而且英寸约为2.54厘米 那取个整2.5厘米 再跟厘米换算的时候也好算嘛 那10厘米4寸15厘米6寸20厘米8寸 好了我解释完了 如果还有人非要说中国人怎么可以用英寸呢 就得用4寸 而且1.4寸和3.3333333厘米的换算 也是小猜一叠 那你就去算呗 关我屁事 OK今天就骂到这 还愣着干嘛点赞呢 我是千天家主 我们下次再骂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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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